按照严格的要求来说 出家人绝对不允许吃鸡蛋 因为鸡蛋它可以孵出小鸡 它有生命不可以吃 知道吗 而一种它是可以吃的 就是说出家人 他的身体出现问题 一定要吃点鸡蛋来补充营养 来调理身体 那这种情况之下 它叫开源 它只是单单的把鸡蛋 当做这个药物在食用 对自己身体有用的药物在食用 并不是说想吃好吃的才吃 懂吗 出家人如果说没有好的身体 那怎么修行 怎么度化众生呢 所以家人们 如果说万一你哪一天 你们在哪里说看见出家人 在食用鸡蛋 请你们一定要上护自己的口液 切莫半生 更不可说指指点点 一定要公进三宝 一个出家人 他这个修行好不好 你不能说光看他 有没有吃鸡蛋 你就能判断的 懂不懂 明白了吗 感谢您的关注 愿您欣赏世上 六十七强 阿弥陀佛